在上个视频里,我讲了圆如何贴着直线和圆轴滚 在这个视频里,我要讲讲圆如何贴着多边形的边界滚 这也是一个半界为一的圆 让它绕着边长为六的正方形滚动一周 它所扫过的区域是个啥形状呢? 当圆贴着正方形一边滚动时,情况跟贴着直线滚非常像 圆形走的始终是直线 而圆和正方形的接触点也始终以同样的速度,沿直线前进 这个接触点所在的直径,还与正方形的边始终保持垂直状态不变 但当它运动到正方形顶点位置时,这种贴边的滚动就得停下来了 因为圆和正方形的接触点已经走到了头,前头无路可走了 这时该咋办呢?虽然接触点已经无路可走 但圆形还想继续前进呢 于是他俩商量了一下,就让接触点固定不动得了 而圆形呢,就绕着接触点转吧 于是整个圆都开始绕着接触点转动起来 那这种转动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吗? 非也,只要圆转到了正方形的这条边上来,就又得贴边滚动了 而它转到这条边上来的标志,就是接触点所在的直径 与正方形的这条边垂直了 你看,只要一垂直,接触点和圆形就又能以同样的速度 沿着直线手拉手前进了 不过当圆运动到正方形的这个顶点时,就又得再次绕顶点转动了 而这个转动会一直持续到接触点所在直径 与下面这条边垂直为止 然后圆继续贴边滚动,直到运动到这个顶点为止 这时圆又得开始绕顶点转动,直到接触点所在直径 再次与这条边垂直为止 接着圆继续贴边滚,一直运动到出发时的那个顶点 最后再绕着这个顶点转动90度,就回到了开始的位置 你看,整个过程就是贴边滚绕点转,贴边滚绕点转,交替出现 而这两种状态切换的关键就在接触点以及接触点所在的直径上 当接触点在正方形某条边上时,圆的运动就是贴边滚 而当接触点在正方形某顶点时,圆的运动就是绕点转 而绕点转动从开始到结束,都只要盯着接触点所在直径看就行 开始的时候,这条直径跟正方形的这条边垂直 结束的时候,这条直径跟正方形的这条边垂直 所以绕点转动其实就是从一个垂直到另一个垂直 好了,运动过程讲差不多了,该轮到算面积了 面积就分为两部分算吧 一部分是长方形,长就是六,宽子是圆的直径,二 另一部分是扇形,半径都是圆的直径,二 度数嘛,得算一下,这是直角,这也是直角,这还是直角 所以扇形的圆形就是360度减去撒直角,结果还是直角 把四个直角扇形拼一起,其实就是一个整圆 不过半径可得小心了,不是原来这个圆的半径,而是它的直径 怎么样,明白如何分析员沿多边形边界滚动了吗 如果明白,就自个儿动手试试吧